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2T的发动机它的养护成本比较高 全合成的机油肯定比自习的要贵 养护成本比较高 油耗方面还是轩逸的实际表现略好一些 空间方面不分伯仲 二选一我建议你买轩逸 毕竟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 这也是比较实惠的 实际它们是两种非常接近的车型 至于您说的微驰啊 它是丰田卡罗拉下一个级别的这个车型 除非你是女孩子 否则我建议你还是买稍微大一点的卡罗拉 或者是轩逸吧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胡老师您好 我是一名女性 想要入手自己的第一辆车 主要用于见客户 跑业务 关注过朗逸 高尔夫 本田X2V 速派 但不知道如何选择 麻烦您能否提供下宝贵的意见 万分感谢 女同志开车呢 可能对动力性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车体小巧 灵活 容易上手 品质稳定 储物空间比较丰富 外观亮丽一些 即可 那么咱们用排除法吧 速派是斯科达的车 这个车比较大 除非你有拉这个客户的需求 否则呢 它是个B级车 把它pass掉 我判断您就是跑业务代步用 那么剩下的三种车呢 一个是朗逸 这是个三项上的车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高尔夫 高尔夫是个两项上的车 再就是本年的X2V 这是个SUV 如果您喜欢三项轿车 那就简单了 你就买朗逸吧 卖的不错 保质率也不错 如果你喜欢小SUV 那么我觉得宾志 X2V也比较适合年轻的女性 如果老胡买业务用车 那么这几种车选择 我会选高尔夫 为什么呢 非常经典 车也不大 拥堵的城市 往哪停车 特别方便 这个车的品质稳定 口碑不错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您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时间 就到这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跟汽车相关的问题 想问老胡 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 为大家做一遇解答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吧 谢谢大家 林达 谢谢各位